非常欢迎大家今天给面出席我们这个政治论坛 大舅和刘雍,这个是陈伟叶 大家好 大家好 资深的立法会员,这个就是刘雍 刘家豪 刘雍就是人民领域的主席 亦是选民力量的其中一个成员 11月拘选他有份参选 可能 可能 可以宣布,不是计算 是的,今天我们的选择是 两位讲完一个小时 然后一个小时 之后我们有个休息会有食物 这些食物会拿出来的 然后吃东西三个小时 半个小时 之后我们会有个Q&A session 那你们问什么都可以的 想问敏感一点的话 都非常欢迎 他们一定回答到你 OK 好,那我们由宣告说先,好吗 好,大家好 很高兴,特别有些青年朋友在这 我和毓民过去美加很多次访问 都说在一些社团讲话多 在大学,对我自己是第一次 香港大学去得多 中大和浸大都去过 但是在海外的大学 这次是我从政以来第一次 就是在海外的大学 有些少少好像孙中山那样的感觉 哈哈哈哈 因为第一,这次的话题 我的话题不是讲香港政治 是流动会讲 当然Q&A大家可以问 我被指派了讲香港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与香港的关系 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 一来就是今年 就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 我自己对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是感受很深的 其实两年前我自己参与 香港的所谓右派社团的 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 或者是双十的纪念 我都多次向他们提出 由辛亥革命九十八年开始讲 就说以为我们九十九年 或者是一百年 要做多些有关辛亥革命的教育 和纪念的活动 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想法呢 因为我自己觉得 辛亥革命对整个的中国 影响是很深远 但是如果你看回整个八年的历史 辛亥革命应该是一个民主的革命 推翻满清的封建的帝制的王朝 就是建立共和的民主的政制 那李英呢 就应该建立民主的制度 但是暂晚一百年呢 就是我们看回神州的大地 包括港武两地 这个民主的制度 仍然是遥不可及 就是我们经常争取这个双普选 香港这么小的地方 在神州大地里面 争取这个双普选 就是说到我们 由有头发变了没有头发 是不是 都仍然 都是白帽 都是白帽 好像我的头发变了这么高 但是唯一 唯一 在这个中国的土地上 包括这个 神州大地和港澳台 这么多地方 唯一真是可以落实到 一个普及民主的选举呢 就是这个 这个的台湾 有时感到很奇怪 和很唏嘘 就是为什么 就是暂晚八年 就是这个民主的制度 在中国人管治的地方 就是仍然是这么困难 可以建立呢 那么 从辛亥革命去这个 回顾呢 和去利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这个这么重要的日子 是刺激 就是这个 关注中国民主发展 和中国前途的朋友呢 去看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因为一百年 就是对政治发展来说 是很长远的 是不是 你看回这个 这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这个非直化过程里面 在几十年里面 就是已经整个世界 已经翻天覆地的改变 我们看到这个非洲 看到这个南美 看到东南亚 是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已经很多这个 就是宣布这个独立 就是脱离这个 这个殖民地的管治 而独立之后呢 建立这个民主选举的制度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中国都有很多改变 而最特别的改变就是 这个共产党 就是在1949年 将这个国民党打败 将国民党赶了去台湾 接着就统一中国 毛泽东在这个天安门 就是和一些群众揮手 很骄傲地说 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毛泽东在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那段时间 蒋家实仍然还在重庆 都未去到台湾 当时整个中国 仍然未全面统一 就是大共产党 已经在北京 宣布成为中国的执政党 但是当然这个旗后 三反五反文革 大家看到很多的很残酷 和数以千万的同胞 是被压迫和被斗争 甚至被斗死的 但是除了邓小平的復出 大家看到这个现代化 中国的改变 当时特别八十年代 你看到这个中国的改变 都期望随着这个 所谓四个现代化 当时很多人提出 应该有五个现代化 第五个现代化就是民主化 希望可以随着 这个经济的开放 中国的民主制度 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等了几十年都没有见 到了八九民运的时候 那时候更加觉得这个共产党的管治 就是那个独裁的性质不变 但是其实我看到柏林为祥的倒塌 东欧的解体 苏联和东欧的解体 那时候有一丝的希望 咦究竟在北九的将来 这个中国会不会出现这个类似 苏联和东欧的解体 中国会不会出现一个类似 这个戈尔巴乔夫 这样的人出来 令到这个中国内部的改变 而令到中国的地方有这个民主呢 等了22年 又未见到 如果我们看回中国近几十年的改变和发展 那又会不禁会问 为什麽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 不能够成功建立一个民主的制度呢 那我们看回很多书 大家如果有看《柏洋》也好 有看最近《中早刊》写的书 《七来生不造中国人》 就是《柏洋》讲《掌光文化》 《丑陋的中国人》等等的著作呢 都看到这个中国民族性的问题 基于那个民族性的贪婪、自私 或者是那些永远是固住自己的圈子里面的一些利益 而漠视这个群体或者公众的利益 这个在文化观方面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如果大家看回《辛亥革命》 其实当时不少的主张 都有一个很强烈民主的概念 今天出席的朋友基本上都是香港来 其实香港和《辛亥革命》的关系 可以说是极为密切 毓文早前在《明报》写了一篇专文 就是说香港历来都是颠覆的基地 列出了香港百多年来的独特的位置 其实香港在《辛亥革命》的角色 其实同时在现代现时的气候和情况 同样是可以扮同样的角色 是推进香港和整个中国的民主的改革 和民主的运动 稍后我会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看法 但你看回《辛亥革命》和香港的关系 其实在密切程度 真的差不多是孙生兄弟 因为《辛亥革命》的产生 我相信如果没有当时香港的存在 这个《辛亥革命》 就是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推动 在那段期间 会不会在1911年成功推翻 这个《满清》的制度 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如果大家看回189多年和1900年那几年的时间 其实整个满清管治之下 出现的问题是极多的 我们经常说香港政府 或者澳洲政府也有很多管治的失误 如果你看回那十年的满清管治的问题 我相信绝对比加客 现时所谓政府的管治的恶劣问题 是严重数以百倍甚至是千倍 大家如果看历史 看回甲午战争也好 鸦片战争 甚至是乙和团匹义 導致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其后导致到列强瓜分中国 是令到中国的人民 是感到极为愤怒的 当时已经有四万万同胞 有四亿的人民 如果你看回满清军队的人数 其实是很薄弱的 但是为什么中国人民 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之下 在这么弱的军事管治情况之下 都没有一种改革 或者是推翻这个政制 这个帝制的一个动力 这个跟当时的文字 或者跟教育水平一定有关系 大家都了解就是 中国多年来 特别在满清末代的时候 基本上是以农为主 差不多九成的人民都是农民 农民在乡村的生活 和在大城市里的信息掌握是两回事 和当时文盲也是极多 绝大部分的人民都不识字 所谓的革命思想 新来革命就和孙中山有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在革命成功之后 重返香港大学的时候 他有一篇很著名的演说 就是在港大的陆友堂 讲新来革命的起源和参与的经验 他那时提到一点就是 革命的思想可以说是来自 他在香港那段期间 大家都知道孙中山 是在香港大学前身 香港西医学院是讀医的 他在香港也住了一段期间 他自己感受很深的就是 咦 为什么中国人在内地 在中国的地方 管治可以是这么恶劣 而在英国人管治的香港 可以这么井井又田 当然我们看回百多年前的香港 我们会认为很混乱 但是如果和孙中山私餐 在这个中国土地的 居住的感受和经验 香港的管治相对地是有 这个系统和有制度 亦都有法律 和在满清管治的地方 是一个天圈置别 接着他这个感受 就觉得一定要推翻这个帝制 建立一个民主制度 如果说香港和辛亥革命的关系 你看到香港辛亥革命有关的组织 人物和活动 差不多全部和香港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我们看回这个慶中会 慶中会在1895年 在香港成立这个分会 这个同盟会 成立之后 也在1905年 也同时成立这个同盟会 如果大家看到这些组织 和辛亥革命连串的工作 就看到香港的地位的重要性 大家都知道香港鄰近 就是神州的大地 以及当时香港基于受英国人的管治 这个满洲政府就不能够在香港执行 所以香港组织很多的革命活动 虽然英国政府也都会知道 但是是没有所谓禁止这方面的活动 当然也不可以过分公开 但是英国政府某个程度上 是默许或者容忍这些活动的进行 这个满清政府 当然大家看十月围城都看到了 满清政府派了一些杀手来杀孙中山 究竟那里有多少真实 这个不清楚了 但是很肯定 满清政府在1905年的时候 曾经有派一些专人去伦敦 禁固孙中山 亦都想在伦敦非法送回中国 进行处分甚至处死 但是其后在英国 基于那个消息被透露 英国政府利用这个权力 最后就将孙中山 从非法禁固救了出来 这个是厚话的 所以看到满清政府 政府是对孙中山那种仇恨 或者对他那种行动的抗拒 和想禁止的动机和意向是很清楚的 但是基于当时香港仍然是 因为英国政府的管治很多行动可以进行的 我觉得有时可能孙中山当年在英国政府管治之后的革命活动 比我们现在在香港搞活动更容易 你真是不知道是不是 哈哈哈哈 即是港英政府 即是当时英国政府对它的容忍 可能更高于特区政府对人民力量的容忍 那些是军火和动员的 因为你在内地进行这些活动 可能是人事的串联要 但是很多的资金和军火 很多是要在外面买进来 混入内地 去进行武装起义 我记得我小时候听到这些革命 听到这些武装起义 想着可能是数以千 甚至数以万人 即是和英兵的刺杀 但是看回历史 其实当时起义的人数少得可怜 如果用人民力量 即是七一游行的人数比 真是一定赢了 是吧 黄花江起义 当然我们看到是说死了72个 其实不止72个 我们刚刚早几个月 我带团去黄花江 就是这个献花 看到它的资料 它总共的死的人数 是超过80多人以上 当然有些人名 大部分都知道 有些人名是不清楚 但是基本上 你看回很多次起义 多的可能都是数以百贵 少的可能是80人左右 就算是当时去这个 所谓的广州起义 和先前新来革命武昌起义 前那十次的起义 很多都是数百人 就组成这些起义 甚至他想冲击 这个 就是当时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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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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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制的话 或者控制到 当时的地区政府的话 就是为什么当时的 这个中国人可以软弱 和被动得 就是这么可怜 其实你看回当时 就算孙中山去海外很多的演说 比如去到温哥华 就是去召集当时的华僑 去讲解有关这个 新海革命 就是讲解有关革命的思想 的话 都是只有二、三十人的 就是很多演说 我们今天在这里多过 所以就是 动员了很多的资源人 就是这个 不少的组织 但是真正可以组织到的群众 是绝对不多 但是 一而再再而三的 是令到这个 就是革命的 讯息 可以得以这个 就是 就是发扬 也都 就是 在民众的心目之中 就是逐渐形成一股的力量 所以 你看过去 多次的起义 先后有这个 的义事 这个的 的牺牲 而也都 就是不少的伤亡 那当然 那些人数 在这些起义的事件里面 人数不多 但是制造到那个 的舆论 和制造到 那个的讯息 那个 那个广泛性 和那个人数 某一程度上 是不成正比的 因为第一次起义 起义的那个讯息 是透过这个 传媒的报道 透过报章的报道 是传送到 或者透过人与人之间 的传递 是传送到去 就是四万万同胞 那个的义忠 一个 咦? 有人起义 也都导致到某些的死亡 甚至有些是 这个 政府方面的人事 军队的死亡 那么多多少少 会对那个 政权的信心 是开始 出现这个动摇 而也都这一轮 就是连串的 起义的活动 而令到这个 執政 政府方面 也都越来越 虚胁 和虚弱 而孫中山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 创办这个 报章 因为他很清楚知道 你要这个宣揚 这个革命思想 当然没有我们 那些网台那么厉害 你都没有 可以廣泛 传到那么多地方 但是报章的角色 作为一个教育 和一个信息的传递 也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也都在这个 香港 是创办了这个 《中国日报》 《中国日报》 在整个 《辛亥革命》的历史上 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因为这个报章 是能够将这个革命思想 可以这个推广 也可以将这个革命的 有关的消息 可以传递到各个地方 因为这个报章 虽然在香港偏印 但是传递的地方 是各个地方都传递到出去 导致这个革命的信息 得以这个壮大 这份报章 这份报章也是香港的偏印 如果大家有机会回到香港 即是现时香港的 《史丹顿街》 《鹿雨》的茶室 就是当时出版的 这份报章的基地 所以香港很多地方 特别是在现时南桂坊 和陈连加附近一带很多地方 其实很多辛亥革命的活动 都跟那里有关 不过刚才我说了很多 他们很多开会在那里开 很多籌款的活动都在那里进行 孙中山很多的同志 都在那里附近地方 经营各种行业 所以香港作为辛亥革命组织的活动 不过刚才我说了 慶中会的香港分会 和同盟会的香港分会 都在那个地方的运作 和《中国日报》 都在那个地方的生产和印制 而很多军火的组织运作 都在香港进行 而另一点就是 你见到每一次起义 都可能会出现有些情况 在失败之后 有些人要回到香港 香港另外两个地方 都是和起义有关 包括是策划起义储存军火 或者是起义失败 那些人逃回到香港之后 一些匿藏的地方 一个就是屯门的洪流 但是洪流之下 就很破落的 我大概 我不记得今年还是去年 在这个立法会 曾荫权来答问的时候 当时我没有扔他招 没有扔他去墙 也没有送飞机给他 我那次起义问 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是吧 我就说 未来就是 新海革命一百周年 香港是新海革命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而有两个地方 在新海革命历史是很重要的 一个就是屯门的洪流 另一个就是 是下白黎的碉堡 是屯门落 下白黎的碉堡 下白黎的碉堡 就是当时 新海革命期间 就是说之前那些起义 很多的活动 是在那些秘密会议开 而很多军火 很多起义之后 在内地逃亡回来的人 是在那里振藏的 就是很多的机密的东西 是在那里进行 所以这两个地方 政府应该 是要予以保留 成为古迹 是予以保护 我想历来 在立法会 我和他交谈 和他答复最好的就是那次 他那次就会慎重考虑 其后 有些成果就是 就是下白黎的碉堡 政府在 我和他问完之后 接着过来两个月 就立刻公布 就说那里是受这个 估计 就是保护的 其后究竟是什么 就未知了 我都接着问他 会不会 在香港搞一些 有关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 那时候就唯有些策划 但我们现在的时候 看回 这些活动 零星落索得 是令人感到惭愧 和羞恥 中山政府 投资过亿 搞这个 紀念辛亥革命的活动 武昌政府 是投资数字百亿 和武昌 是重建洪流 我们香港有的红楼 香港政府可以 完全不理 这家红楼 有些人住在那里浪山 在那里 很凋零的 旁边全部是野草 唯一外面的空地 就是香港的有派人士 弄了一个红楼的纪念碑 在红楼上 我们每年相识都去那里鞠躬 以及升天白日满地毫 就是中文民国的国旗 但是整个红楼 你去到那里感到很凋零 和很荒废的地方 很荒废的地方 这两个很重要的地方 红楼和夏伯丽的刁本 大家看看 以香港更重要的地方 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 成功推翻满清帝制 成立民国 建立民主选举制度 当时应该就是 这个国会议员 是透过普选产生 但是大家其后都知道 中国的军阀割据 就是导致民国 政府真是名存实亡的 就是那个权力 是成为这个的薄弱 其后要这个 袁世凯 復辟这个 帝制 出现第二次的革命 中国你看到过去百多年很反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成立 如果大家看回毛泽东的著作 和中国共产党在四十年代的 报纸和社评 你看回四十年 当时新华日报很多社评 跟我们现在说的差不多 要普选 要反贪腐 政府要向市民负责 就是九成相词 但是当了权之后就两回事 这个明显是制度方面要建立 是跟人物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如果你看回香港 在辛亥革命期间 这个角色是极为重要的 亦都对推动革命思想 亦都功不可没 而当时的人物其实不是很多 你看回孙中山自己本身 他当时所谓的四大寇 包括孙中山 都是寥寥可数 但是几十个人的推荡 你看回几次起义 人数当然很多是内地居住的人 在香港复杂策划 有些是当兵的 有些是义勇军的 有些是以务参与那类 又不是正式军队 当时很多起义的人 都是一腔二血 就是冲出来 但是才能透过十次起义 失败之后 最终令到武昌起义成功 都是一班有理想的人士 推动和组织和策劃 所以在辛亥革命 一百年后的今天 我们看回民主的未能够建立 当然跟很多人的丑恶的一面有关 但是也有不少的人士 是继续追随孙中山 追求民主的理想 继续推动民主运动和改革 至于在香港怎么推动 就靠劉翁了 下一节就由劉翁讲人民力量 和香港的情况 谢谢大家